石头3比1拿下林云如怎么样感觉震得下来 其实这一个月也是跟林云如打了三次吧 其实每一次的感觉还是都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包括最后一次感觉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他上来的那种搏杀呀 那些抢攻发球的变化 其实对我就是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吧 后面可能自己也在变吧 然后也是一分一分的去咬 第二局可能落后又没放弃吧 然后咬回来了 就是有机会吧 其实我们看到他其实开局也是博得很凶 又在前三板上 他今天的这个节奏变化也是很让人 就是有点注目不透吧 石头怎么化解的 对听见他的那种旋转的节奏 加上他的速度 加上他的发球 其实都跟之前我跟他打 就是有些不一样嘛 然后可能自己一上来还是没适应 然后后面让自己还是尽快去适应嘛 然后再打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嘛 那你第二局的时候 你一直在追翻嘛 然后追到他暂停 暂停之后呢 你没有受影响 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受这个影响 可能自己在追分中 可能还是一直在赢嘛 可能自己还是有一种信念 还是比较坚定吧 无论是他暂停不暂停 可能自己还是想好 就是自己该怎么打 那明天要对战勒布伦兄弟中的一个了 面对这种主场的优势 那石头会怎么看 其实跟勒布伦兄弟 其实两个都有打过吧 然后都互有胜负吧 然后无论明天是就是对到他们谁 还是全力以赴去拼得他们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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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